就算是比较稳健的Apple市场 你看到最近股价都回落来的 很明显市场都担心 原材料的问题都有一定的机会 这个芯片的短缺 或者是中国那边的销售 会不会因为疫情的问题而是有所困扰 这些东西都会在短期里面 业绩未出之前都可能会困扰着 股价的一定的因素 所以大家都会留意着业绩 就是除了一条大数之外 都看下在环球的市场有什么情况 譬如原材料急升 就是原材料价格急升的情况之下 就是企业本身它自己是怎么应对 对于普通一句 我都相信就是说是龙头的企业 始终来说的优势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譬如说好像Tesla 在这个供应地是相对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整体的汽车出错 仍然是你看到完全没问题 但是就是说这一样是否写包单一定是的 那其实你看到其他汽车厂就不是了 我们看到譬如说福特 或者甚至就是丰田 这些这样汽车的巨无法 其实都说到明显说 汽车的销售是倒退的 都说到就是很无奈地 就是说我就是类似的合文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了 这个不是我的错 这个社会的错 这个原材料搞 就是那个供应链搞到这样 那其实我们真的没办法了 那其实你看到一些汽车龙头的 就是另外一些龙头的厂 都是说到这样的态度的话 所以都可以去反映 就是说譬如说好像引申 譬如说是中国的一些比较次级的汽车厂 那可能其实原材料的隐忧 其实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那所以我们都会可能是一页之秋那样 就是说其实近来我们看到 中国哪个汽车的公司 普遍来说都不是变得太好 那我们都要比较来说是比较提防 嗯 是的